早前防委會表示 說會在核廈的工廠大廈改建成為工 嘩,這不是很大,一千呎豪宅嗎? 有些人說,這是握殺香港僅餘的工業生存空間 家衛早前看到有商會說被迫遷 要抗爭到底,還說什麼四大訴求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們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看樓柳 今天我們就來到火炭這個地方 和文爺一起看看後面的瑞輝工業大廈 為何會看這座工業大廈呢? 文爺好像說這裡將會重建 這個大廈不是私人的 而是黃偉杯屬下的工廠大廈 最近黃偉杯在5月24日 做一個商業小組開會 決定對年中四座工廠大廈會清拆改建 用頭當然是公營黃屋 但如果是出租的或是出租的就未知 總體如果四個工廠大廈能夠清拆改建 可以提供4800個工廠大廈 但是,十年後的市 預計是可以2031年移落成 十年後的市 人生就只有這十年 不過不要想太多了 反正來到這裡 問題不如我們上去一起看看吧 好啊 來,這邊給你們說 新落成的工單位也好 居工也好 都有兩個問題 讓人問人救命 第一是說 好像最近的街市 第二 停車位好貼不足 如果這個垂圍工業大廈改變了之後 可以怎樣做呢 好,我們將垂圍這個垃圍 胡鐵垂圍 一直向上 對熊村幫我們往往往 去做一個整體的發展重建 當然垂圍就是 海會 其他一些是市人的文化 反正 要想好 重點就是社區設施 營車場 還有街市 又或者診所 這些 重點要考慮 我想社區就會比較平線 而交通上面 當我講的交通會要想 如環路怎樣走 我覺得是可以解決的 嗯 我希望的話 防廠LLD 懂得怎樣做 政府 還有這麼多個不同的單位 一起想一下 怎樣活發整個過單 普通少少少 不是防廠妹妹要想 防廠妹妹要想 防廠妹妹必然要想 但政府的上大人 不要就是負相許位 是警方去想 插場森榜去想 其實是解決房的問題 很多種方法 不如我們探討上面的商戶 好,我們上去逛逛吧 好 我們明天的商戶會怎樣說 好 已經充滿了 哦 即是拆吧 是呀,就是拆的 你們想要搬去 一搬走嗎 都要搬走 又不是我的地方 賠償可以嗎 對,賠償可以 我去看晉升 我去看晉升 真的很好 晉升 可以走進去 很殘舊 你會看到你不想搬去 可以開晉升 開晉升 先說晉升 那天我經過 我真的很好 你做了哪個學位 我問你梳化 沒有了這裏也會頭痛 你保持了0.5元 對於小廠商、經驗和家庭 樂業的問題很大 現在一變了 你真是遠距離不突然 你現在不會跟你這樣做 現在還未知道 想著想著 你不看 你不看 但他有沒有說到何時 要你最好 貼下了心要從堅 10年後才有動工 說了兩件事 你再說 10年後才起到 剛剛訪問了 麥姐你的朋友 說過 這裏已經開始收樓了 因為小廠商已經收到訊息 然後還會有公道證 小廠商當然是無奈 小本經營 它這裏便宜 沒有了貴租金 沒得高 當然現在房委會 每個月安排 都有60個單位 這裡 就在晉升公義大廈 就是屯灣 是中那邊 另外一個就開在屯灣那邊 但另一個店裡 就說交通不便 設施又不好 沒有太貴官 分為有道理 庫處 但房委處 在9月24日的商業小組上 有個討論 會提供一些賠償方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得不大家去想 社區貴導來說 這裏由桃到尾 都是被人問有狗壁 有沒有社區貴導 買菜不知怎樣 他要買菜的話 他就走到上面 還看著 很遠的 沒去過 兩季集 如果真的我們這裏 社區貴導 真是重建 10年剛才有送牌 那會不會長了一點 正如嘉偉剛才提到的 題目都很準確的 就是所謂社區貴導 包括街市 層所 創造 可能要措施 那應該是政府的責任 也不一定是房委會 房委會會員會想 但是 都要進行 有關公司 那些人 你想想一下 距離2031年 還有10年 很多事情都可以 有時間去做 但是要快 等完 還要做 那些食物社區去做 有幕都是10年後 但是 正如我老友說 我沒有這個鬥 沒有工業鬥 我都沒有生產 那些食物 不知道怎麼打算 這個我想說明了 我們小廠戶的心聲 這樣 也要補充一點資料 其實 我們這四棟工廠大廈 現在要刺拆 就是根據一個最新的 工業建築物安全消防條例 在下 是要強迫他們 改善消防系統 好 你猜多少 10億 差不多了 11億 哇 勁勁 11億 但是你是幫不到市民 你幫到商戶 不是幫到商戶 是幫到間屋 我剛才說 那間屋 是貧主間屋 當然安全了 但是問題 你猜 賠償貸所有的廠商戶 都要大約 6億 你真聰明 大約6億 你猜到 11億 減少了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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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其實我認為 在公在私 黃委會都省了些錢 在賠償方案上 我們大家相互相成 賠償包容 我們廠商 想想自己 沒有速度 在賠償上 我想一定有紐筋 餐廠也有 我們以前的大火口 大家全部都會拆天 但是我覺得 保護小廠商的利益 是應該的 在這個基礎上 大家 互量互約 黃委會和我們的小龍 互相互量互約 為香港的房屋供應 為公屋供應 大家都一起努力 那就加零大歡喜 是不是 在這裏 很簡單 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個讚 不喜歡也按個讚 還有訂閱 訂閱《輪峻香港》 訂閱《嘉偉》的頻道 訂閱《混雀》 還有Facebook的話 一定要Like 公屋聯會的Facebook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